早上都是谈了一些荷蒙治疗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主题是比较偏喝吐的病人的问题 那因为今天是讲生活品质 我们就讲一些喝吐治疗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以及标靶治疗有没有新的进展 首先我们来谈那个乳癌的喝吐标靶的 新治疗的一个新的趋势 那我们来看看说 喝吐阳性的乳癌的病人为什么要用喝吐标靶 在座应该如果是乳癌的病人大概有20% 有五个病人当中就会有一个病人 是属于喝吐阳性的 这喝吐阳性的病人 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喝吐阳性的乳癌 基本上这是正常的乳腺上边细胞 你看它像一个球 上面有一颗一颗小小的点 很像你们家里面以前有人装那个小耳朵一样 大概每个人家里面挺多两三个小耳朵 可是喝吐阳性乳癌的病人 他是很奇怪 那细胞表面 细胞表面很多的小耳朵 就是这些小耳朵就是喝吐 所以我们来说喝吐阳性 它不是说从没有病 是从大概是从一万个 两万个 从大概是一万个 两万个变成两百万个小耳朵 这就是喝吐阳性 这个小耳朵 其实就跟我 这个小耳朵 医学名词叫做接受器 或叫受体 它其实会接受外界的讯号 一个小耳朵可以接受到一个讯号 两个小耳朵可以接受两个 那有两百万个就有两百万个讯号 这两百万个信号 就会收到两百万个讯息 这两百万个讯息 成员部都会传到细胞核 所以这细胞核就一直收到很多讯号 它就一直狂收讯号 当狂收讯号的时候 细胞核就努力地工作 细胞核就努力地复制 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乳癌细胞出来 原理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就一直在复制 当这个乳癌 喝吐阳性乳癌的细胞 收到这些讯号 它不只是会细胞一直产生复制 它会产生血管的新生 产生容易转移 产生容易转移 而且会让这个癌细胞呢 很容易转移到其他地方 所以喝吐阳性乳癌病人 常常会扩散到一些肝脏骨头 肝脏脑部肺部等等的细胞 都比较 跟其他的乳癌会比较不一样 重点是这些讯号传递过多以后 会让它变得很强壮 它就变得很难打 什么叫很难打呢 医生拿药拿针头去戳它 用放射性的治疗去垫它 都很常常让它都打不倒它 它就好像有那个金钟罩铁布衫 所以以前最难治疗的乳癌 叫喝吐阳性乳癌 三一性乳癌 三一性乳癌是这二十年来 才慢慢串起的 以前它哪算是个咖 它根本就不算个咖 最难治的是喝吐阳性乳癌 所以这喝吐阳性乳癌 过去我们医生认为它是 很像这个古代的希腊战神 阿基里斯 大家都知道 木马图神器里面最强壮的就是这个 怎么打都打不死 为什么 它的活动力很旺盛 它很容易跳来跳去 它有很好的盾牌 很好的盔甲 可是呢 我们都知道说 再厉害的人还是有罩门 所以喝吐阳性乳癌的乳癌 它的罩门就是那个喝吐 所以我们就直接针对喝吐 射一把剑 然后去攻击它 那个战神 那个阿基里斯 这个脚跟剑被砍掉以后 阿基里斯这个战神就跳不动 就好像你在缺人籍 讨债公司都是 要怎么让你不能跑跑呢 就是堵甲筋 甲筋一刀斗你就捎不起了 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这个想法想了很久 终于有一个医生叫Danny Sneyman 在1987年 这个就开始去研究 花了大概11年的时间 终于把这个药物研发出来 你看看 所以在1998年 这个药物终于第一次问世 开始帮助 从现在算起是20年前 所以这个药已经发展20年前 其实历史很吊诡 我刚刚讲过 喝吐阳性乳癌 是乳癌当中占了大概多少 20% 然后最近有个新闻是 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谁 颁给免疫治疗的两个药物的发明人 免疫治疗的效果目前也是20% 也就是20%的病人 癌症病人会受益于免疫治疗 可是20年前 Danny Sneyman就已经发明了一个乳癌的标靶药物 受惠于20%的乳癌病人 可是Danny Sneyman就没有得到诺贝尔医学奖 所以这还是蛮玩味的 毕竟族群不一样 乳癌还是没有所有癌症那么大众 所以也很奇怪的一件事 大家想过这个药物 只要打过的人都知道它是静脉注射 静脉注射